你去拆了 你来台湾一次 我电视打一次 好了 这样 我帮你做汉捏 快嘞 汉捏等我给我滚下去 快嘞 滚 我说你哪一个 精神上有毛病的一群人在帮公司 就是他的总物体就是恶心的中国人 这个他虽然作为中国人 但是呢 他那个知识太高 应该觉得中国人应该尊敬 这个这帮人呢 不能像个人 我们国那些亲西方的人士 甚至发明了叫爱国者的一个概念 实际上创作爱国贼的这些人呢 反对的不是美国人的爱国 而是中国人的爱国 有一些非常著名的 所谓的一些网络大V 还在是鼓骂我们的一群 陷入我们的领袖 他们锁定我们应酬的根本目的 是要颠覆我们共产党的历史 特别是革命战争时 欲灭其国 先灭其时 我就不明白 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空头啊 就愿意常常弄弄做个中国人吗 穿着那身汉奸的衣服 就罢百姓 春门鸡蛋骨吧 这年骂自己的祖宗 骂自己的抗美员 超多的事 特别的知识粉丝之脸 我还不知道吗 有没有点良心吗 你还什么话讲 你糟蹋自己的祖先自己骂自己 我今天给这些小孩子讲清楚 朝鲜战争 是我中华民主制鸦片战争 和加募海战被打趴下以后 第一次可以站起来 跟世界列强抗争的战争 你说 我们今天做的事情 以后我们会来人期待 我受云欺负 我是外国人基督 我是没有跟自己资产 我受到的事 每天发表一些误论 属灭狠的发展 大家还差点就脏火了 难受 欺负 没约的 迈回着汉奸 现代环境卫 我们国家是个古兰深圳的民族 十几年以后 我们真正的住在林娜 你知道吗 对我还难受 我看不到 这么多中国年 对 多产业大同学 结识的人 是我太人难受 历史证明 那些放途分类古国的 坏分属 绝不会有可散 中国必定实现难分属 中华民族 必定实现伟大 这一历史大事 使任何人 任何势力 都无法阻挡 我们已经找到了 我们应该走的路 有五千年 德军史的中华民族 是不可战胜的 这 已经被历史证明 必然继续 被历史证明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参与者 同时是建政者 家队 我们现在 强国建制的步伐 一定要让中国生命 实现强舞 好